3月15号 中共喉舌新华社发出薄熙来被免除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的消息 标志着太子党重要人物 江系主要成员落马 同时民间要求将重庆市过去几年的冤假错案全部平反的呼声不断 本台记者就薄熙来下马和后续发展采访了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智囊软名 请看一下报道 2月初发生的王立军叛逃案件被外界视为是重创薄熙来政治前途的关键事件 如今两人都被免去了重庆官职 然而对于薄熙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头衔 当局并没有透露是否保留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智囊 曾任职中宣部与中共中央党校的软名认为 薄熙来只是在等待走程序 政治局委员的头衔现在也是名存实亡 政治局委员是选出来的嘛 他现在已经实际上他已经没事了 他的政治局委员实际的工作就是到重庆嘛 因为重庆他们拿掉以后 他这个政治局委员是个空名制嘛 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嘛 那到18大他就不可能再当选了 谁也不会选啊 软名指出薄熙来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 他被贬到重庆后仍不放弃 想借助唱红打黑重展仕途 然而他的得力干将王立军滞留美领馆事件 直接宣告了薄熙来仕途的终结 当然他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实际上他也上不去 因为他在中国的名声是很臭的 他的爸爸的名声也非常臭 因为他的爸爸薄一波就是打赵子言 打那个胡耀邦的一个主要的打手 头号打手 所以他本来就是在国内是比较臭的 所以他在中国比较臭呢 他就靠你去基督派的势力 用这种灿红打黑呢 想倚靠基督派的势力呢来挑战中央 他错误估计形式了嘛 这个结果就失败了吧 曾在重庆打黑案中受害 被判监18个月的律师李庄 日前在微博上表示 重庆打黑的错误最终要纠正 北京维权律师普志强也指出 随着薄熙来被解职 除了李庄案可能会被平反外 将会有更多的冤案浮出水面 现在你搞的那些坏东西 就是这种夸他们搞的 那么真要把人工什么 就是他们搞的 他们过去一伙 周永康跟那个 薄熙来他们一伙的 周永康就是支持薄熙来的 他多次到重庆去支持 打黑啊 敞红啊 所以这些人现在还在嘛 阮明还表示 周永康法持的中共政法委 无法无天 仍然在迫害那些无辜的民众 如女商人吴英被判死刑 还有人大近期通过的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73条 秘密拘捕条款等 阮明认为平反冤案应该清除江西一伙人之后才会开始 不过之前公开挺薄熙来的周永康估计会首先不保 有消息说 薄熙来目前处于某种形式的软禁中 以防止他外逃 由于薄下落不明 有网友欺讽薄熙来 已经成为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第73条 秘密抓捕的首批对象 新唐人记者梁新 李明飞 周天综合报道 也祝贺